生命之花是宇宙中所存在的一切的创造模板 它是一种描述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的神圣几何 神圣几何则是指宇宙创造万物时所遵循的模板和规则 生命之花的符号象征着所有的生命和存有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生命之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图腾 拥有着无限的能量 它也是宇宙的完美象征 它具有造物者的最初原始形状 还有振动频率 它是生命的创作蓝图 也是宇宙的象征 一种无所不包的几何图案 生命之花是造物主纯粹的一石火花 它的源头位于地球的深处 那里诞生了人类的意识 从而使我们得以存在 生命之花也代表了生命的周期 从生命之树到生命之花 生命之果 生命之种 再重新回到生命之树 万事万物 都在宇宙处于爱的表达之中 生命之花也是所有生命形态的创作蓝图 小至原始 大至行星 以及它们之间所有的一切 都遵循着生命之花的基本模型 生命之花的一些特定的表达 具有不同的含义 以及重要性 生命之种 是由七个重叠的圆圈 构成了一朵花的图案 这象征着神创造生命的七天 生命之蛋 它们之间 彼此重叠 这象征着 比它早期的孕育阶段 生命之果 是由13个生命之花的圆圈组成 这是宇宙设计的基本形状 也是麦达场立方的几何基础 在麦达场立方体中 可以看到五种柏拉图立方体 这是所有有机生命形态的基础结构 这五个结构分别是 正四面体 正六面体 正八面体 还有正二十面体 它们可以在所有的生命形态 矿物 音乐 声音 还有语言中存在着 麦达场立方体 也被看作神圣的象征 可以用来 保护自己的能量场 从灵性层面上讲 生命之花 代表着创造的蓝图 也代表着我们 与灵魂 地球母亲 还有所有万物之间 超越时间的连接 生命之花冥想 可以帮助我们 到达开悟的状态 而且 可以从更深层的角度 去理解灵魂的含义 这个冥想 适合我们每天的练习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部分 看到生命之花冥想的 云音指导链接 云音指导链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